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在科技部及文化部指导下 结合县府客务处 南部城大、平达、实践等八所大学院校及在地社区社团协会 在古迹之乡、加东乡逐步实践 活的博物馆 今26日举办曾贵海医师回顾既加东老照片开展 以及走读古迹小旅行 让乡亲游客认识屏东客家丰富的文化 加东张家商楼的曾贵海医师 中、回顾展、图鞋县屏东县文化处提供 2017年11月26日 曾贵海医师出身加东 在行医的同时也热爱诗词创作 推动环保生态、参与社会进步运动等 今年荣获客家终身贡献奖 文化处特别在张家商楼规划曾贵海医师回顾展 包括曾医师照片、诗集等 还在周边巷弄墙面布置曾医师诗词 让乡亲游客共享荣耀 展期从11月26日至明年3月4日止 客家诗文儿童书法比赛 图鞋县屏东县文化处提供 2017年11月26日 四合院杨家祖堂则规划为 加东老照片回顾展场 游客走逛张家商楼周边街道 包括文学诗词步道、西诈门、杨氏宗词、 萧家古厕、杨友登医院等 仿佛走入时光隧道一样 客家族群生活在此鲜明呈现 开展当日也邀请在地学童参加客家诗文书法比赛 鼓励学子未来为客家文化发展贡献心力 客家乡亲社团宇曾贵海医师在张家商楼合影 图鞋县屏东县文化处提供 2017年11月26日 文化处武警发处长表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活的博物馆 Living Museum斜线Echo Museum 有别于传统的硬体建设观念 而是落实到真实的族群生活与社区之中 文化处特别与客户处 大学院校、社区社团合作 选择在拥有丰富古基历史建筑的家东相推动 在地乡亲对自身文化充满热情 未来发展潜力令人期待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